十年高夜无人时 一句大嫂天下之 一部狂飙 让所有人都记住了这位气场炸裂的大嫂 大家好 这里是毒蛇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位独特的女演员 高夜 她曾经是《我是余欢水》里 色有郭金飞的梁安妮 也是理想之城飞上枝头的吴红梅 是唐人街探案风情万种的敌男 是谭剑刺在劣罪图间咬破手指半红唇 是媚对手的楚音子 也是长安十二时辰 雍兰补媚的女香香 以及终于让她爆红的 高启强念念不忘的大嫂陈淑婷 高夜大部分的角色 都是性感 爽辣 诱人 危险的 只是这一次 她才终于第一次有了流量 高夜采访时说过很羡慕流量 可她显然有心无力 演员的起点是外形 黄表里看着她的照片 主角冒出的第一句评价是 这句话当然在为大嫂的人设埋铺垫 这一句台词是偶然的吗 去年的网剧《直念如影》中 看着与自己对气的高夜 男主角的台词恰巧也是相似的一句 长得雕 长得凶 搭配带点婴儿肥的脸 与凹凸有致的淑女身材 这样的外貌条件 决定了高夜无法选择那些 太过背离自身形象的角色 她也不是没演过 土里土气的瘦气包 理想之城 高夜的无红眉 一个土里土气憋屈的职场女性 演技是到位了 但角色外的负面评价也扑面而来 性感几乎是当时高夜唯一的突破点 可惜 对于走性感路线的内娱女演员来说 符号化在所难免 你可以是女主闺蜜 职场工具人 边角点缀 但唯独不会是主角 直到她遇见了这个角色 高夜说过 陈淑婷是自己最想演的角色 我最想演艺的某一个角色 是狂雕里面的陈淑婷 陈淑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黑道大嫂 美艳寡妇 比起黑社会的不稳定与暴动 警察的劳碌奔波 陈淑婷的慵懒 生活品质的讲究 足以表现出高启强对她的撑腰与呵护 也展现出打沙外的另一个切面 在一众黑白灰男人色调里 只有她身着异色 红的 蓝的 绿的 浓郁到像在大鱼大肉前 精心摆盘的餐浅水果 但如果只是一只花瓶 再轻薄金贵 也不可能让这个角色 有如此大的热度 陈淑婷独特就在于 她不是一副男人在走 在那些知言片语的台词中 我们也能看到她隐藏 在美艳皮囊之下的江湖实力 她有人脉系统 和陈泰认了甘青 将高启强介绍给她 警方的调查进度 也能顺风耳搬随时知晓 她有地方势力 在对付高启强之时 小弟随叫随道 当只安心的面也无处 一点没有寻衅姿势的惧色 她有经商头脑 前夫的沙场以前都是她管 唐小龙出狱 她给买游戏机厅 接风洗尘 如果我是小龙 就会对大嫂说 虽然家大业大 咱们还是能省则省 你看现在拼多多百亿补贴 买最新的PS5游戏机 只要3588 比戈壁夹直接便宜600 还有我一直想换的iPhone14 券后竟然只要4847 比官网少了1000多 小米Redmi G16游戏本补贴价 也只要5499 这么划算要怎么买 去拼多多搜 83282 点击图片 或者直接点击评论区链接 就能直达活动会场 还有假意陪食和品质 写双重宝上 大嫂 您觉得如何啊 就像高业自己在豆瓣的总结 流水的大哥 铁打的大嫂 对比起狂标中的梦浴 陈淑婷显然不是青春活泼的女主角 但她成为了自己故事里的女性主角 一个微小的细节 足见陈淑婷亲丝缜密 高启强与高启胜 在客厅里与唐小虎商量 怎么处理光头涌 正在家里陪孩子的陈淑婷 突然来了一句 注意看高业配合台词的肢体 甜面烙家常时 手臂在空中飞舞 又是甩手又是弄睡衣 活脱一个居家日常的大嫂 但聊到正题 马上双手一收 做命令状 为什么这么严肃 结合后面我们知道 这将是高启胜第一次亲手杀人 陈淑婷在这个关键节点 选择将保姆支开 自己来收拾烂摊子 绝非只有表面意思 习惯察言观色的她 是在为高家的嗜血行动打好前站 当然 高业的角色还不止大嫂 我们熟知的 比如古惑仔的小结巴 政府里的李梅 比起单纯被保护 用头脑参与生意 陈淑婷也很懂得 如何用自身的女性特质 在男人队中游刃有余 尤其她和陈泰谈判的这场戏 我们至少前后拉了不下三次 越品越有味道 她的身边 一个是老爹的甘闺女 一个是丈夫高启强 哪怕高启强快压不住心里的火气 也还是在每句话 每步棋之前 得先看陈淑婷的颜色 她看向高启强的神情 警告中带点威胁 在光影里 半边脸都显得阴阴 四个字 刺笑非笑 看似不动生色 却紧盯高启强的每个动作 但脸一转 她面对陈泰时 又是无比的阳光灿烂 看起来一副好女儿的情态 听到高启强不计前嫌 她笑得像花儿一样 转过身 对着高启强甩过来的眼神 也有了温度 乍看下 还真以为她是个 毫无拘心的和氏老 这还没完 到最后 那只象征着和解的金蝉被摆出 谁最后走这步 还是陈淑婷 她把金蝉放到陈泰面前 一句软语撒娇 就终结了一场风暴 这就是陈淑婷的不同 她在整个故事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换了谁来做这事都显违和 而这顶聚光灯 是高叶靠着扎实的技巧 和节奏抢过来的 为此 她足足准备了十年 幕后采访中 演员们都在说 拍摄的复杂与精密 但在采访到高叶的时候 她只说了一句话 包括那段明场面的腰带戏 也是高叶的想法 如果不是因为 已经形成惯性的拿捏程度 也很难给出这样恰好的创意 对高叶而言 陈淑婷就是她表演风格的极大成体 一个不再因为性感被俘浩化 终于能放肆傲慢的灵魂 哪怕这是部男人戏 哪怕只是女配 但看目前的国产影视 很多事情 仅凭高叶们的努力 还是难以改变 私下的高叶 总喜欢称呼自己为大叶 高先生 因为低雅的嗓音 没见过她的人 在生活里总是把她默认为男性 也正因为这样的嗓音与性格 高叶在诠释角色的时候 总呆有一些和其他女演员不同的霸气 陈淑婷是什么样的 火气大 脾气大 一言不合就摔杯子 玻璃渣和九叶 见了高启强一脸 她也不管 她喜欢这样的自己 也喜欢将这样另类的特质加入角色 换句话说 如果打破第四面墙 你会发现高叶本人和她的表演 总有一些依漫相通的膀劲 49日记里演妓女 其中有个条段 南京沦陷 秦怀和尚的妓女不得不前往教堂避难 逃亡路上要藏在臭水沟里 饰演春池的高叶也在其中 而这场戏 也远比看上去更艰险 那条河棋臭无比 站在河边就能闻到臭味 更别提跳进去了 说这是敬业也好 叫真也罢 我始终认为 这和高叶骨子里那种膀 不无关系 为了演好戏 不管吃多少苦头 忍到什么程度 好像没什么不敢试的 我在翻看她处女做的时候 也惊讶地发现另一段往事 成尔的边境风云 她在里面饰演一个被杀手折磨的少女 情节有多变态呢 主演孙宏雷也在发布会上表态 替她喊冤 差点憋死的这场戏 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还是靠马 只要导演没喊咖 她就能忍 哪怕这样的付出 最后也没能换来一个 在海报上写上名字的结果 在高叶身上 我们其实能看见 许多演员成名之前 那种高不成低不就的胶着 不靠马 你没法啃下那么多的戏 拿下那么多的角色 但做好演员 又不能只靠一枪直来直去的劲儿 曾经和她一样 始终不红的张颂文 早在十多年前就劝过她 演员最重要的是 保护好自己的尊严 直至熬出头 虽然这是对她感情上的安慰 但这何尝不是他们事业的写照 如果你要问我 高叶现在算不算熬出头了 坦白说 我不知道 高叶比张颂文更难 因为外表和曾经戏录 高叶的未来 会不会又拘泥于更多的大嫂 更多的陈淑婷 国产影视 是不是可以给到更多中女演员 女医的权利 性感的权利 还有不断尝试自我 突破自我的权利 这看起来只是两个问题 但其实是好几个问题 前路未明 陈淑婷的出现 对那些人在黑暗中摸爬滚大的女演员们 打了劲提了气 祝福她 也祝福更多的高叶们 我们之前说高叶为大嫂 足足准备了十年 拼多多为了给开工开学的大家争取福利 也精心准备了百亿补贴 大嫂手上这只手表 看着贵气十足 却只能看时间 拼多多上的华为Fit2 现在只要569 和官网里打了将近七折 一直送大嫂 一直送自己 时时监测运动睡眠数据 为健康护航 最后 我想把时间拉回十年前 边境风云结尾 张默看着自己妹妹高叶 说出这样一句话 下面这一幕 是高叶临时发挥 即兴表演 电影黑幕转场 如今的高叶回看这一幕会想起什么 如果说这个差点让高叶憋死的角色 打开了他的演艺之路 那么如今的大嫂则是第二次新生 希望我们的原地能容纳更多品类的玫瑰 而不是让他们仅仅昙花一现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点个关注 也不要忘记在拼多多搜索83282 享受百亿补贴折扣福利 我们下期再见